大家好,我是老黄 我现在念一封感谢信 这个邮件的标题是感谢信 尊敬的黄律师 您好 我是一名在什么什么什么国家的留学生 这个国家是在西欧 也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具体的国家的名字 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自从我做了这个视频 我经常收到类似的来件 基本上是在荷兰 在德国、法国、瑞典、葡萄亚 这些国家的网友都给我发过邮件 有的是在申请政治庇护之前给我发 征求一些意见 想听听成功率 有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联系过 然后他批准了 然后就给我来一封感谢信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那么这位网友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他是在西欧留学的一个国家 留学的留学生 下面我说一下 他说 看了你的节目对我受益匪浅 我于2020年申请大学 当然了 我在这里把时间可能会有所调整 为什么呢 我不想让有关部门能够锁定到某某某人 我在2020年申请大学 由于疫情原因不能成行 直到2021年4月 我立即持留学生签证来到什么什么国家 同时递交了庇护申请 从申请到获得通知通过 换句话说 他的难民申请已经通过了 刚好一年时间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在申请的过程中 有漫长的等待 我也有过迷茫的时候 你的视频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并让我坚定信念走下去 一旦走出申请政治庇护 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头了 你的一个视频谈到了政治庇护公式 这个公式就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的五种原因 加上政府迫害 加上迫害经历 加上国外活动 最后再加上可信度 然后等于成功 那么这位留学生他说呢 这个公式非常重要 我建议所有考虑申请庇护的人 都应该看一遍这个视频 那么等一下呢 我就把这个视频呢 去找一下 我给他这个连接呢 再放在今天这个视频的简介里面 那个我记得大概是大概是有一年前做的吧 或者半年前 我做了这个视频 我把它归纳成一个公式 按照这个公式的建议 结合国内受迫害情况 罗列证据 紧扣法律条文阐述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 用简洁同时符合逻辑的表达方式 写完了庇护申请材料 后来联系本地律师 整套材料交给他修改 沟通过程都非常的流畅 跟律师面谈咨询了好几次 主要就是根据律师意见修改材料 完善证据 面试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等等 整个过程律师费只花了 不不不他说了一个数字 我想我还是不说的好 反正他花的数字并不多 三位数字数字 其实本地律师提出的一些建议 跟老黄律师里面的原则差不多 只是律师根据客户的个案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再次感谢黄律师的视频 让我扫走了很多的弯路 最后一个提议 这个YouTube有一个叫Playlist功能 可以形成一个播放列表 建议黄律师把类似主题的视频归类 归类在一起 祝黄律师全家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这里首先我要感谢这位网友 因为我跟他在支持前没有任何的接触 他拿到了身份以后 他申请政治庇护成功了以后 他能够记得给我来一封感谢信 这就让我很感动 这也足以 因为我做这个视频 我最初和到目前为止 我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很多的出国的留学生 包括那些拿旅游签证 或者商考签证进来的人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 他们很想离开中国 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是非常的差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 很多人愿意出来留下来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 但是很多人是草根 他们并没有很多的钱 去走那些投资移民 所以由于生活所迫 最后他们选择的走这条路 但是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走 所以上当受骗 走了弯路 我现在也有收到很多的案子 其实前面都是走了弯路 他们用的理由 根本就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的理由 都是那些垃圾理由 什么家暴 什么欠债 高利贷等等的 这些 当然你可以报 但是你没有成功率 你白白的浪费了一个机会 那么我感谢这位留学生 他能够给我发一封感谢信 同时我把这封感谢信在这个视频说出来 起到一个鼓励大家的作用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说一下 我这个公式呢 为什么我要弄这么一个公式 在这个公式当中呢 我曾经有提到过参加国外活动 我把这一项也放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从国内出国的人 包括留学生也好 包括那些商考签证 旅游签证进来的人也好 他们在国内由于言论自由或者种种原因 他们受过政府的迫害 这个迫害可能轻度迫害 就是说不是特别的严重 所以你仅仅是靠这些东西 你出国想申请政治庇护 想拿到身份 那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呢 你到国外来要继续从事 类似这方面的活动 或者其他的活动 什么叫其他的活动 比如你在国内是因为言论自由 曾经被有关部门请喝茶 威胁 要求你封闭你的推特或者脸书等等 但你没有被抓过 那么这个力度就非常的弱 但是如果你能够出国 就说本身就说明你这个迫害的理由不是很强烈 否则你是真的受过那种严重的 有生命危险的迫害 中国这个公安部门不可能让你出国 你拿不到 甚至连护照都拿不到 怎么可能通过中国的海关 拿自己的护照出净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要做出一个适当的解释 同时如果你在国外也参与了那些为中国政府不能容忍的活动 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你回去有可能受到迫害 有可能生命有危险 这是进一步的理由 你申请政治庇护 一是你在国内受过迫害 二你是在国外如果从事某些活动回去 有可能会受到迫害 有可能坐牢 那么怎么来判断有可能呢 每个国家的政府他们有相应的情报资料 他们有自己的人权报告 他们通过这些人权报告 从大环境 大背景来判断 你这种情况回国会不会有危险 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国外参加活动 放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放在我的公式里面 我再重复一遍 因为很多出国的人 他在国内所受到的这些遭遇 轻度太轻了 仅仅凭这些很难批准 所以我把国外活动放在这里面 这就是前段时间 我给大家说 我们要召开国际研讨会 中港台国际研讨会 在4月26号 在伦敦市中心 在一家酒店里面 我在上两个视频里面 已经做出了通告 也有一些网友给我发了电子邮件 我把地址也提供给他们了 这个旁听是免费的 不需要门票 你只要进来就行了 那我把地址告诉你 你进来就行了 至于说你将来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 那是你的事情 我只是给你这么一个机会 让你见识一下 中国海外民运的 是怎么搞活动的 我想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做了这些 我觉得呢 如果能够掌握我这个公式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你如果有外语 外语不错的话 那么你甚至没有律师 你都可以自己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你外语不好 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找律师 那么像这位网友呢 他是找了律师 他花的钱也很少 三位数 他说了基本上 就是按照我的这些原则去做的 那么那些律师呢 其实我也知道 在英美国家 包括欧洲国家 申请政治庇护的大致程序和原则 基本上是一致的 你只要在一个国家 如果你懂的话 基本上属于出类旁通 所以说呢 如果你们能够仔细的看这些视频 然后呢 做好自己将来的打算 一般来说都是能够成功的 但是呢 最后呢 我就更新一下 最近呢 英国政府呢 申请政治庇护呢 程序非常的慢 慢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那个 申请政治庇护 不给客人打电话 然后呢 移民局在电话里就说 要排队 第一次见面 要等三个月 其实呢 一般都是四个月 时间非常的长 但是如果你的签证 已经快到期了 那么他会鼓励你 就直接闯关 就是说直接奔到移民局去 你把你的护照 复印件或者护照告诉他 你看我的签证明天 或者后天就要到期了 这个时候呢 他会破例 让你进去 因为在合法申请政治庇护 就是说你在英国有居留 在有居留的期间 去申请政治庇护 这个将来 如果你成功了 将来加入英国籍 时间就缩短了四年时间 如果你是签证过期了 黑下来了 你再去申请政治庇护 他也一样让你申请 但是你将来如果成功了 又想加入英国籍 你要再多等四年时间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 所以呢 他们也能理解 如果你的签证 明天后天马上就要到期了 你直接闯进去 你告诉他 你把证据给他看 我的签证要到期了 一般来说 他会让你进去 做一个特快处理 就第一次马上给你面试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呢 还有 由于呢 现在英国政府呢 申请政治庇护 他那个申请政治庇护 他都给你寄一个 临时的难民卡 叫生物卡 这个卡呢 有很多的客人呢 他们收不到 那按照政府的规定 他说三个工作日 就应该把这张卡 寄到你的地址 而这个地址 必须是 你去报难民 当时告诉移民局的 那个地址 如果你事后改变了 那么你可能就收不到 这张卡 现在这个卡呢 有很多网友收不到 他申请了政治庇护 我这里甚至有 半年 一年都没收到了 最后呢 我给你的建议 你又不知道 哪是找律师去吹呀吹呀 其实呢 这个我以前有一个视频 你就说 他这个网络上 专门有一个那个 上线的一个表格 就是移民局的 你给他填相关信息 填进去 然后你去吹他 因为我们只要找律师 尤其是那些 这个免费律师 他们真的 他做这个工作 他一样也是做到电脑里面 帮你填表 也是发过去 其实都是一回事情 但是呢 你即便填过去 也未必能收到 因为呢 这里面原因很复杂 有可能他把那个卡 已经寄过来了 但是你家里当时没人 但是有的客人不说 他自己做了 这个事情 没有做盗谱呢 他不说 隐瞒 然后就说律师 我没收到 我没收到 呼吁律师呢 反复的写信 那么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建议你们呢 如果说如果能收到 那是最好 如果收不到 你吹个一次 吹个两次 自己上网 填那个表 发出去 所以如果没有消息 就不理他 等到你申请政治庇护 12个月以后 满了 你再叫你的律师 去帮你申请打工许可 那么如果打工许可批准了 他会发给你一张新卡 这个卡上面写着 允许打工 这样就等于说 你拿到了一张卡 那有的人等了半年 还要去吹 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因为你在国半年 你要是没有什么结果的话 因为英国政府规定 12个月申请政治庇护 12个月没有结果 可以申请打工许可 所以你还不如就等到 12个月以后 申请打工许可 这样子呢 你就省着老是去吹 另外还有个地址问题 如果你是改了新地址 那么移民 而你这个新地址没有通过震荡的渠道 通过符合移民局的要求 让移民局给你更改过来 那么他这张卡是不会寄给你的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因为我为这个卡的事情也很头疼 很多客人收不到 收不到 那么老是吹 但是我们不能 因为这不是专业做法 一个月给你写一封信去吹这张卡 这不是这样子做的 今天的视频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